差不多我們大概到五十幾的時候呢 我們再開真硬斬 先不要擠沒有關係 先不要擠 好差不多在這個時候我們開啟真硬斬 剁起來 五十二的時候差不多開真硬斬 這樣可以瞬間斬死掉法師 後面的敵人也通常都一起清掉了 就是這麼輕鬆 真硬斬就在那個時候開就對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薩克 是你們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方舟人士部 黃鐵行動作業項系列影片 那影片開來前呢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薩克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按開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漏掉接下來的每部影片喔 另外如果你喜歡無課玩遊戲 想看無課的玩家怎麼打 跟我們高進度PC遊戲還有PVP的話 再懇請訂閱我們內文連結裡面的部頻道 還有就是方舟國際服如果有全新的活動關卡 或是黃鐵行動最近我開發出一些奇怪的打法的話 我都會搶先這場在副頻道喔 歡迎大家多多訂閱並且分享 好那今天是第九天喔 龍門軍械褲東 AKA友人為了喔 對人真的非常的多喔 那這一關呢 對就是法術大師無人機阿 那今天呢 對這次的tag稍微比較棘手一點點 那我建議這個是不要點啦 對因為這個的話會讓法術大師無人機的攻擊力變太高 會有點影響到你的練度 幹人很容易被打死 尤其是前面的先鋒 前排先鋒很容易死 因為我們點了這個 對十個地方沒有辦法部署我幫幹人 代表一件事情就是這一排 這一排跟這一排 通通都不能部署幹人 所以相較之下 我們能放狙擊幹人 跟醫藥幹人的地方就變少了 那前排的資源喔 就變得更少了 所以這一個的話不適合點 OK所以我們就點這個 點一級就好 那這個增加100%的血量 其實我個人覺得還好 如果你練度高一點的話 這個點下去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啦OK那我們就這樣子吧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我們隊伍解析的部分 喔 好那以上的是我使用的隊伍 這一關如果你要借單盒的話 對你就借銀輝吧 對銀輝擺在中間喔 然後大概在52 53左右 對那個群攻法師大概血被打到一半下的時候 開真影斬 就可以一路真影斬到下面 對就是基本上可以做後面清場 後面的二十幾隻敵人基本上都被真影斬斬死喔 那前面的話建議挑爆費能力比較好的先鋒 那看你要用青道夫或是德狗子喔 通通都可以喔 那建議啦 是帶上推進之王 因為推進之王的面板非常的漂亮喔 其他的先鋒應該是站不住啦 對那只有推王站得住而已 而且推王擋二 又有範圍傷害喔 所以這一關的話 先鋒的話我個人認為是首選推王的 那剩下單體狙擊的話 就隨便你怎麼擺都可以 然後帶上一隻裙布 不一定要用白咕咕咕 但是我覺得白咕咕的效益會比較好 因為腦飛太的治療速度很快 面對群光法師的話壓力會比較小一點點 那靈光的話你也可以帶 因為靈光其實我覺得在高壓的圖中很好用 原因是因為天馬光環的關係喔 全隊意料效果提高10% 非常有感喔 非常有感 那這一關呢絕大多數的敵人 除了是那個法術大師無人機 就是法術傷害之外呢 接下來基本上其他都是無敵傷害 盧炮台也是無敵傷害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上個閃靈 如果你有閃靈的話 因為閃靈是有那個 對 物防靈氣的喔 可以讓我們的先鋒 就是站的比較穩一點點 好的OK 那我們就直接實戰操作給大家看囉 好 那就有人圍樓啊 其實我還是覺得 之前的無人圍樓比較難 對 真的我覺得軍械互動真的簡單太多了 這可能是我自己的感想 對可能因為之前那個無人圍樓 真的讓我有點手忙腳亂 好這邊呢我們先等 本爐炮第一發打完 第一輪射完之後 我們再部署嘴炮 老鼠青道夫 之後呢 部署推王 一樣就是 記得本爐炮打完之後再下 不然被白嫖那一下其實 還蠻不划算的 因為先鋒其實都偏軟 好接下來這個地方呢 我們馬上按下搶背景 快點嘴炮 你連嘴炮就要等4D嗎 對然後部署我們的閃靈 閃靈部署完之後 部署K神 把KKDI放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邊的話其實 如果你這邊放賽媽的話 因為我們這關其實 有降低25攻擊力的TAG 對不對 賽媽會漏怪 所以記得要補一隻 乾淨居在這邊 好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部署靈光 靈光派在這邊 靈光派在這個位置 目的是為了要幫後面的 狙擊幹員擋槍 接下來這邊部署 鳳猴猴傑西卡 好久沒用傑西卡 那個縱撞造型了 改天來用一下好了 OK這邊加快2倍速 之後呢 我們部署銀灰 對銀老闆 銀老闆的最佳位置 就在這個地方 可以砍到 就是這麼大範圍的敵人 對基本上全部都砍得到 好最後面呢 我們部署流星 對流星 我個人覺得流星其實也是個很值得練的事情 對控能力很強 重點是這個 降低目標30%的防禦力 是%數喔 所以對面的物理防禦如果越高的話 你降防的那個什麼效益率越明顯 不信你第七章去降愛國者的防禦喔 真的非常有感 好接下來我們一樣加快速度 之後部署WindowsXT啟動 對增加我們的記憶光環 好搶費之後呢 撤退掉嘴巴老鼠青道夫 部署我們的賽媽放在這個位置 好接下來基本上呢 我們這關這樣子如果照著薩克這樣擺的話 基本上干擾其實用不到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點了這個位置限制之後呢 其實沒有多少地方可以放干擾器 放在這邊也會被打掉 放在這邊都會被打掉 放在這邊會影響輸出喔 所以 所以就是不要用干擾器 那為什麼 建議大家為什麼要用推王的原因呢 是因為推王 即使我們不加閃靈的物防禦力 推王的防禦力也有400多啊 400多其實是很及格的 再加上耀空水喔 又是範圍傷害 然後血量率有2000多 佔得非常的穩 推王 推王這關很好用 有練推王的玩家記得 就是這關先鋒的話就上推王 好這邊呢 我們這個法師出現之後 我們開啟老飛他 因為他這樣子 有可能會把我們的幹員打死 差不多 我們大概到50幾的時候呢 我們再開真音戰 對先不要急 沒有關係 先不要急 好差不多 在這個時候 我們開啟真音戰 開始做起來 52的時候呢 差不多開真音戰 這樣可以瞬間斬死掉法師 後面的敵人也通通都一起清掉了 不是這麼輕鬆喔 真音戰就在那個時候開就對了 大概啦 因為我其實在法師出來的時候呢 開真音戰 但是後面還是 真音戰結束之後 還是會有打不死群攻法師 然後之後 法術大師問題打不掉的情況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 稍微拚一下 大概50的時候 再開真音戰 會比較穩一點點 以上就是第九天 有人為了 軍蟹庫東的作業相機的影片 希望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